在即中场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场联赛第13轮的一场比赛 由身穿绿色球衣的浙江队 在主场面对来访的梅州客家 左脚往回带 右脚往中路转 外位有机会 长进再C 好的 艾弗达 哇 这个射门是打到了潘细明的腿上 弹出了底线脚球 看个这一次 脚球已经开了出来 中路投球 跟进补射 空门没进 一些在日韩打的一些外远 对吧 看个这球 艾弗达有机会 杜家里奇碰了一下后点 空门 哇 这球门交 最终球打进 但是越位了 高迪第一下射门 又被郭宣博神扑 然后第二下 沐谢奎补射打进 主力裁判 举棋 吹了越位 应该是第一下的越位 艾弗达的右脚开起来 打到后点 又是杜家里奇 汪伟瞄了一下 要传中了 还是杜家里奇 必须要小心杜家里奇啊 防塌的是刘浩芬 叶楚贵 果然看起来还是后点 又是杜家里奇 李提香假跑 前接给 选择开前点 沐谢奎停 调整 左脚射门 哇 这球打进了 没有越位 没有越位 陈志昌应该是拖在防线最后 沐谢奎胸停调整之后 左脚爆射 果然陈志昌是在防线最后的 沐谢奎胸停 射门 哦 这个球在远点啊 是孙正奥突然前插 所以陈志昌跟着跑了 陈志昌不跑的话 肯定是越位 陈志昌一跑呢 好像沐谢奎不越位啊 从高点角度看着是不越位 当然这种球是不是需要VR 再介入啊 再判定一下 承进 右脚 这次换了一个战术 王东升 王东升选择了远射 这球打到了防线 身体上折射出了底线 角球 角球 叶子柜开到后点 有机会 杜加里希 中路 这个球没周队 没有把握的机会 还有 赵博 把球摘了下来 道军舰停留 出现了失误 我们谢奎 反击战 这次打射后 艾弗拉冲起来 门将出不来 杜加里希 在防 艾弗拉一对一 没得杜加里希 艾弗拉看怎么处理 艾弗拉选择推射 2比0 越位了 这小球推的想法非常好 没有越位 这球还没有过中线 还没有过中线的一瞬间 这个球除了进球有效之外 还要给廖金剑补牌啊 感觉 廖金剑那一下 但犯规是要吃牌的 越新这踢到湖顶这儿了 可索围席再挑 杜加里希投球白 漂亮 有边路 姚军胜 李提香看到了 找木谢奎 露过来了 这边有机会 木谢奎 左脚的射能 3比0 木谢奎 攻入精彩远胜 左脚爆肝世界帮 这个球李提香的长传 再来看李提香的长传 一点球下来 两个后卫出现了不默契的情况 这个文俊杰呢 踢了一下科索围席 科索围席迅速起身 拉了一把 不行 没拉住 这脚球漂亮 干脆利落 打向着进脚的死角 郭权博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个球是 陈志超 打给科索围席 月星抢端了 月星往中路给 还有机会 姚军胜 卖为选择的远胜 第二个话 主赛半坤直接吹响了 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最终的浙江队是在主场3比0 击败了来访的梅州客家 梅州客家是遭遇了 中超赛场的四连败 这也是俱乐部历史上 在中超首次四连败 中超人的浙江队